当然也是一样开新档案 单页网站 点下去这边就C帽号斜线 特别注意啊 Web多少呢 02 这个是固定的 01 0203一直到20 都是一样叫Web 而且呢要在C帽号斜线底下 按确定 第二个动作呢 一样开新档案 上面这边有没有 其他网页范本 就第二个步骤 然后呢要建立什么呢 一个框架页 这个框架页呢 根据它的要求 其实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题目里面 题目里面应该是属于 瓜弧1的 应该是属于那个 瓜弧2的上面有个表格 这个表格上面就告诉我们 就是一定要是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 有一个表格嘛 对不对 那表格的 格式的那一列里面 上面呢就有个上面是title 下面是man 所以呢你就选择这个 所谓的页手 特别注意 框架页 我们上一题是 横幅和目录 这一题是页手而已 差别在这里 差别在这里 按一个确定 确定 页手就对了 再来一样的方式 上一题有三个框架 这一题只有两个框架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新增网页一下 新增网页第二下 再存档 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title嘛 对不对 一模一样 title 储存 这个叫做man 有没有 上面都有 所以你就照 反正就抓那个重点 就知道了 有没有一个 那个表格里面 就告诉我们这些讯息 最后这个就是什么呢 index 然后并且记得 有没有 一样的动作 要干嘛呢 对 变更标题 那标题的名称叫什么呢 其实就在那个 第一 瓜糊一的下面 一定都有啦 有没有 叫做 网页的标题为 有没有看到 运动广场连结网 广场连结网 按 好 那这样子就确定有标题 图存 是 把它取代掉 有没有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 资料夹 有没有 所以建立几个资料夹 反正 一个固定的 哪一个呢 一定会有的 home page 有没有 home page 这一条没有 有一个固定的 一定有music 这个一定有的 一定有music 这个100%的 所以呢 你不用想 第一个一定有资料夹 这个music 然后呢 这边呢 这一题呢 它的资料夹 好像只有两个 我记忆印象中 好像还有一个 是那个 叫做sfm 这个讯 这个好像是 告诉我们 应该是在 在那个 叫我们存在sfm的 应该是在 images已经有了 images已经有了 这里我记得 有一个地方叫我们 放那个 放那个资料夹 sfm 看一下这 有一个地方 好像是要我们 做这个动作的 在那个刮湖2 国字2的地方 等于是 它这边有讲到sfm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所以第二个就是 新增 叫做资料夹 sfm 两个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呢